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鼎姐妹平安 相信大家开始听到圣诞的钟声又响了 就让我和大家做这个私人分享 有关圣诞的喜乐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不是太喜欢过圣诞节 因为觉得圣诞节是商人最开心的日子 而且在热流的慶祝 吃喝 玩乐之后 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空虚感 感谢神自从认识了耶稣之后 知道圣经在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讲到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护肝》 上帝就透过《贴撒落尼加》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又鼓励我 要上上喜乐 不住讨告 凡事这人 同时神都透过一个小故事提醒我 有一次有两位同一间公司的职员 他们一起踩单车上班 有一位觉得踩单车很有益健康 都是为了环保尽一分的力 所以他每一天都用喜乐的心 踩单车上班 而另一位觉得他没有选择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他被逼的去踩单车 所以他每一天踩单车的时候 他都是有暴言 人家有汽车 为什么我没有呢? 其实踩单车真的很辛苦 有一天他就在怒气当中炒车了 再跌倒 我们看到同样的两个人踩单车 一个是用很愉快的心情 一个是报厌的怒气 整个的结果是很不一样 其实开心都要踩 不开心都要踩 为什么不用喜乐的心 来面对每一天呢? 所以我开始就学习 抱着喜乐的心 来面对每一天 包括圣诞节 来到圣诞节的时候 自然地很会想起玛利亚 他是耶稣肉身的母亲 当时他突然面对 所想到他的使命 由天使显然 告诉他 他将要成为圣婴 耶稣肉身的母亲 耶稣要从他而出 对他来说 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的考验和挑战 究竟他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 我们看圣经 《路加福音》第一章 46到48节 就是《玛利亚清纵神》 玛利亚说 我心专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他故念他侍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文代要清我有福 我们看到神念悯敬为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神用绑秘施展大能 神要施念悯直到永远 无论今天 你遇到怎样的环境 突然起来的口劫 我们试试用喜乐的心 好像玛利亚一样 向群境当中 仍然选择 喜乐赞美神 当你用正面的角度 来看环境 用愉快的心情来生活 你会发现重神 每一日我们都可以领受力量 因为上帝希望你每一日都很快乐 虽然人生一定会有仇佛 但是我们可以私下 将我们的担忧痛苦 带到神的面前 虽然在地上 我们有劳苦有重担 但是我们有上帝在我们心中 耶稣透过马帝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应许我们 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落 我就要令到你们得安息 神答应我们 虽然有劳苦重担 但是都会有平安 当你快乐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视野 你的情绪都会大大的不一样 这个就是圣诞节 耶稣来到世上 祂要带给你熟天的喜乐 圣诞的喜乐 藉着神的说话充满你的心 肯勞教福音一章五十节 他念吻敬为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愿意耶稣的降生 带给你熟灵的福气和喜乐 圣主赐福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